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最基礎的低針織法 它的符號就是這樣一幢 首先我們就開始繞 拿起織針 然後把你需要繞上去的繞在手指尾上 然後握在掌心 把左手針上高的孔子向前推 推到針頭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織 織法會是這樣的 織針插進這個圈圈位置 然後再織一個圈 把左手針向上推 推了之後再把右手針向右推 為止完成了一針 我們再示範一針 我們再示範一針 在這個位置插進去 然後把這條線繞一個圈 然後再向上推 再向右推 就是這樣為止完成了兩針 這個是右手帶線的方法 現在有很多人都會開始用左手帶線的方法 因為左手帶線會比較快 不過傳統一般都會偏向用右手帶線的 稍後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左手帶線的方法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今天分享就到這裏 拜拜